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老林 今天这个视频呢,其实我很久以前就开始做准备了 但是中间因为家里发生了事情,所以又做了手术 然后又没有心情,就真的就是慢慢的耽误下来了 今天呢,终于有时间了给大家做一下 其实这个也算是谈话加彩妆的一个视频 是关于一个品牌叫Huda Beauty 这个品牌如果说你要是不在YouTube上玩的人呢 可能还不会太熟悉 但是如果说你是很喜欢在YouTube彩妆上逛的人 也就是说大部分其实看我视频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 大家呢,就对这个品牌应该都是有所耳闻的 今天关于这个品牌的很多信息都是网上查到的 所以说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这个品牌的主人,他的全名叫Huda Katan 然后他在网上有开YouTube channel 然后他有开blog,然后还有开Twitter啊Instagram 他这个YouTube channel是从2007年一直开到现在 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到十几年了 11年的时间了 现在目前的粉丝是220万左右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实际上是他的这个Instagram account 他里面有2400万以上的粉丝 应该说已经在就是说这个出名的程度上 超过了某一些美国的b-list的那些明星了 Huda他本身呢是美国出生,但是呢他的血统呢是一个伊拉克血统 他我认为是属于那种有中东风情的,然后呢身材呢比较丰满的那样的一个女生 长得其实很漂亮,之前呢还有文章 网上的文章说呢他是 Number one beauty guru in the world 这个要翻译来说就算是全世界第一美妆教主 可以这么说吗 这个有点夸张 但是他的影响力绝对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一开始就是听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液体唇膏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眼睫毛 今天呢我有画他们家的这个液体唇膏 还有今天的假睫毛也是他们家的假睫毛 我一会呢会给大家说一下他产品具体使用的我的感受 我觉得他就是彩妆的特点就是说比较重 但是呢妆感虽然重,但是妆效很完美 他这套其实还是外国人还比较吃的 因为外国人真的就是很喜欢化浓妆 因为他们很多化妆的occasion呢都是出去玩啊 什么喝酒啊跳舞啊之类的 所以是需要化一些浓妆的 而且他们本身的就是彩妆的习惯也是相对的好意思 讲一下他的生平吧 这个生平并不是百分之百确认的 因为我在网上查到了几个不同的source 有什么wikipedia,google 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些采访他的文章 但我发现他们写的稍微都有一点细节上的区别 所以具体的我觉得没有办法真正一上去深究 但是大概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说他在美国呢受的教育 所以说他是大学是在美国读的 他的大学是University of Michigan 就是密歇根大学 我这么说完了肯定有人会说我 当时好像他读的是金融 然后他毕业了之后呢 他跟他老公两个人搬到了 就是Dubai去工作 那个时候是差不多2006年的时候 做的工作呢也是金融方面的工作 但是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干的也不开心吧 然后加上有一另外一个source 是说迪拜当时出现了一个经济危机 就是有些公司也在裁人 所以他最后觉得环境不是特别好 他跟家人呢就又搬回了美国 当时呢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的喜好呢 就是他很喜欢彩妆 所以他就去了洛杉矶的一个彩妆学校去学习 这个彩妆学校呢 是好莱坞的一个老牌彩妆师 他开的学校 这个老牌彩妆师 他的名字叫Joe Blaskoff 我会把名字就都写在下面 这个老师他的特长是画一些电视装 还有画一些special effect 就是特技装 所以我觉得这学校应该还是挺有专业性质的 而且当时就是他这个学校的创办者 这个Joe 他已经在彩妆界有超过50年的经验了 应该算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 但是他结束学习之后呢 Huda又从LA又回到了Dubai Dubai 然后呢当时他回到Dubai之后 他是做的是一个叫什么 露华农Revlon那个品牌的彩妆师 当时就是这个文章写的是makeup artist 所以我想可能他应该不是那种 比较牛的那种high makeup artist 或者说是品牌的这些creative direct 可能跟这也没关系 他可能就是露华农旗下雇的一个彩妆师 就是在counter工作的那种 在2010年的时候呢 他也是经过自己的想法 还有家人的鼓励下呢 他开了他的blog 就是写一些关于彩妆方面的文章 2013年呢 然后他正式开始了 他这个Huda Beauty的这个产品的生产 当然他一开始还是主要关注于 他这个睫毛的 假睫毛的这个制作 其实这就是他第一个产品 我觉得他还是挺有运作力的 因为他当时这个品牌刚创 只有一个产品 他居然达到了 就是说Dubai的这个Sephora里面 就可以在里面卖 卖的时候呢 刚开始卖 又非常非常的大卖 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也因为 他的blog和他的YouTube channel 也达到一定popularity 要不然的话Sephora可能也不会给他 就这个机会的 但是他卖了之后呢 这个销售度非常的好 大家都接受 所以他就由这个假睫毛开始 一步步的走入了这个彩妆界 现在呢又做了眼影啊粉底啊之类的衍生产品 在2017年的时候呢 他还上了这个一个就是list 他上了一个叫做No.1 Influencer Rich List 就是说在网上这个有影响度的Instagram的这些人 Instagrammer 然后他上了这个富豪排行榜第一 如果他给任何东西做宣传呢 他每一个这样的post呢 要收一万八千美金的报酬 其实这还蛮高的 但是这个价钱 如果要是根据一些明星代言来说呢 真的就是不算什么 因为Huda的这个脸 在这个美妆的这个社区 还是很有就是辨识度的 也挺有宣传度的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价钱还算可以 但是这个具体的价钱 是在网上写的 没有任何证据说 人家确实也收了这么多钱 然后也没有人会去 deny或confirm 所以说这个也可能说是 就是随便说 说的具体到底是多少 也没有人知道 知道的人也不会告诉你 如果你喜欢他们家的产品呢 现在他们家有几个地方可以买到 比如说你可以去Sephora买 也可以去Huda Beauty 他们自己的webpage上买 当然如果你在美国的Sephora买进 就是说到货会更快一些 就是说送货的时间会更短一些 你要是从Huda Beauty买的话 因为这个网站 好像他们整个都是based在Dubai的 所以说等这个货到你时候 就很长时间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被收税的这个危险 在伦敦呢 就是在什么Selfridges啊 还有那个Hara's都有买的 就是他现在的 就是已经渗透了各个主要国家的 就是说高级百货商店里面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接下来呢 谈他几个产品 其实他最近又出了什么 我确实不清楚 就是我最后关注的时候 他当时出的就是那个Desert Dusk 那个眼影的那个palette 就是最后的产品 当时呢 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本身 就是看他的包装 然后看他里面的东西 我还觉得颜色很吸引我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还是有点太贵 因为我当时查了一下 就是在美国的价钱 和在英国 或者说是在欧洲的价钱吧 在美国它就是卖65美金 然后在欧洲呢 居然卖到了56英镑 如果56英镑 直接合成美金的话 是70多美金 所以我觉得 在欧洲 就是你要买美国货 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它不可能要 你没办法要求这个货 跟美国的价钱售价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因为这个原因 想了想去 最后就没有去下手 所以说一共呢 我就买了他们家三样产品 就是感受一下质量吧 然后买了两只这个 Liquid Lipstick 然后买了一只这个 他家这个甲金帽 已经拿下来 因为我今天画在眼睛上面 不知道视频上 能不能看的 就是觉得 看出来的这个状态 他们家的价位 是属于中档价位的 就是说不是说最贵的那个 他没有把自己放到 跟那个很高级 很高级的品牌 去拼的那个状态 但是他的价位 也比一般的 比如说药妆店那种 要贵一些 至于他们家的这个 包装本身 我个人认为 外包装不是太值钱吧 但是他的这个 有这个眼睛和他的嘴呢 就感觉稍微点创意一些 但是本身的质感 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内包装呢 其实比外包装的质感 要好 就是说内包装里面呢 他这个盒子啊 就拿在手上 有一个重量沉的 这个感觉 就觉得这东西 不是那么便宜 所以我觉得其实内包装 可能投入的更多一些 说一下使用的具体感受呢 就说关于这个Liquid Lipstick 这个实际上是他们家的 也算是明星产品吧 就是因为Huda 他本人的那个嘴 特别的就是 丰满 这个具体丰满 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他就是一个先天 本来嘴唇 长得就很丰满 后天又打了 很多的那个feeler的人 我这是这么认为的 具体我也没有办法确认 但是了解他的人 如果会去follow他的人 可能会更好地告诉我 到底他有没有打 但我从我个人的感觉出来 这张嘴 绝对就是打了feeler的嘴 因为不打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也有可能 我说的是不对的 但是因为他本身就 他的嘴唇条件很好 其实就适合擦这种Liquid Lipstick 所以他做宣传的时候 他擦在自己嘴上 都让人觉得非常想去购买 有那种购买欲望 本身的这个唇膏 他这个状态呢 也是一个就是擦在嘴上 干得很快 干得很快之后 他就变成一个雾面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他没有那种让嘴彻底干掉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把你嘴上面 所有的就是水分全给你吸收走 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 他的滋润度还可以 他不是最好的 有滋润度比他更好的Liquid Lipstick 但是呢 我觉得达到这种状态 已经很好了 因为滋润度再高一度的话 就容易掉 他们家这个液体唇膏 如果是喝水的话 基本上不会掉 就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但如果你吃的东西 稍有一点点油存在的话 就会很容易的就掉掉 他就是不容水 不容油嘛 这是他本身的性质 有些Liquid Lipstick 就是他的持久度 可能会比这个更好一些 但是呢 因为我本人用过的 这方面的产品 并不是很多 我手上只有另外一款 是 是Georgio Armani的 好像是 Lip Tint Lip Magnet 对 叫Lip Magnet 只有那一款 我就拿那跟他比 我就觉得这个质地 稍微厚一点 然后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持久度 稍微差一点 就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 其实他的这个定价 和他的状态是合理的 就是说 他本身的使用状态 是低于大品牌 稍微一点点 所以说他价位 也比大品牌 稍微便宜一些 就是这种 从补妆的这个情况来说呢 也挺好补的 就是有的时候 如果说话太多 有个地方 你就觉得好像有点薄了 你就可以拿这个 稍微 对那个 薄的地方 这么擦一下 他有刚擦的时候 一种油的感觉 但是很快就会干掉 其实我觉得液体唇膏 就挺适合那种 一画的唇膏 一讲话 然后唇膏就会蹭在牙上的那种 因为这个就可以 避免那种问题 第二就是他这个假睫毛 其实他们家 叫做什么来的 一开始 原始第一个产品 不就是假睫毛 那个时候 据他自己说 都是在Dubai 改行手工做的 所以说可能成本也挺高 现在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还是手工做了 但是我就觉得 现在这个假睫毛 肯定跟以前的 这个制作的场地啊 什么都是有变化的 因为他的品牌 也经过了一定时间的成长 但是我买的这个 就是叫做Gesail的 这个名字 就是House No.1 是因为我当时在网上 看来看去 这个是最便宜的 说句实话 我觉得他们家的睫毛 挺贵的 他们家产品的价位 属于中档 但是他们家睫毛的价位 就我觉得就属于高档 中高档吧 因为还有更贵 像那些Mink 现在不特别这些 那种东西的 就更贵更贵一些 我觉得那种睫毛 真的就是 除非你很有钱吧 或者说你对东西感兴趣 你试一试 对于日常使用者来说 投资有点太多 像这种 像我们这种平时 偶尔用一次的人的话 我就觉得其实这这种睫毛 这可能是真是真的头发 Made of natural and synthetic fiber 印度尼西亚索的 现在的这个是印度尼西亚索的 动物毛跟那个核纤维混的那种吧 就是属于混法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它的这个价位 我觉得有点不是特别的值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家是给老外设计 而且会是给中东妇女设计的 这种睫毛 因为他们外国人的轮廓 比较深一些 他们可以负担很厚 很长很密的睫毛 但是对于亚洲人来说呢 其实呢 这个卷翘 还有睫毛的层次感 更重要一些 我们的眼睛 稍微的小一些 我擦 我用了这个睫毛 我用了这个睫毛之后 我就感觉 就感觉看东西的时候 觉得眼睛一点能够睁不开 半生的那种状态 就这个睫毛的杆 妆感比较厚重一些 而且它里面这个梗 也是一根塑料线 就是这种塑料线的梗嘛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 就是假睫毛 都是这种塑料线的梗 我只要不喜欢这种梗的原因 是因为它太硬了 有的时候在就是说粘的时候 胶如果擦的不够的话 就很容易粘不住 然后掉下来 它的头特别容易翘 但是呢 我因为平时的假睫毛呢 要么就是买那种 很便宜的 像中国一大盒的那种 然后要么就是买 就是我比较喜欢 就是上那种 类似于Sephora那种店 在葡萄牙不叫Sephora 叫什么来的 我记不住了 葡萄牙有 葡萄牙自己版本的Sephora 然后他们叫另外一个名字 就跟Sephora完全是两块钱 但也是这种彩妆 没什么太大感觉 你想想可能也是因为 我挑的一个最便宜 它更贵一些的话 可能质量相互多就好一些 但是你要知道 这就是他们家的starting point 这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了 最好的话只会比这个更贵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好吧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到此为止了 他们家可能还会有 最近也许出了其他东西 我不知道吧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 有的时候我买一样产品 也是要看这个东西呢 适不适合我自己使用 虽然说网上或者YouTube上 宣传的很厉害 就是其实它宣传是 YouTuber自觉或不自觉的 去购买这个产品来使用 这就是一种 就是YouTube上普遍的一个现象 之前也有就是同学跟我在留言上说过 他就说他说我的这个channel 之所以就是在彩妆方面的视频 看的人不多 有可能是因为 我不是经常会买 最近特别hit这种产品 我觉得他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其实这是YouTuber 普遍的一个同样的一个习惯 这个东西最近出了什么 大家都去一窝蜂的买 他一买 有的时候是品牌送的 有的时候是自己去买的 买完了之后 在自己的频道上做完了之后呢 就会有一群人去看 这种这些看的这些同学呢 其实就是在鼓励YouTuber 继续这样做下去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吧 很多产品 其实并不是很适合 我们本人的化妆习惯需要 因为YouTuber也是人 大部分的YouTuber 都没有做到 可以用这个东西 用YouTube做视频 来替代自己的一份工作 没有做到那种状态 所以说我觉得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种 在网上类似于玩票性质的 这种YouTuber的话 其实这种购买方式是特别伤钱的一个 特别伤荷包的一种行为 但是有时候又没有办法 因为不做这种东西呢 就没人看 但是对于就是不做视频的YouTuber 只是想上网去看一下 最近有什么彩妆品 我想去买购买什么彩妆品 或者说想去网上看一下 我应不应该购买这个产品 它适不适合我的人 如果他一看见所有的人都在做这个东西 他就会刺激他想要买 尤其是这种控制不住的人 所以说在这种现象的 就是说长期的这个虚染下呢 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 或者是不是适合你用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答案了 因为你看到的时候 那些人都不是因为 就是说需要而去买 或者哪怕说是想要而去买的 而且他们所得出的结论 也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个很客观的帮助 让你决定要不要去 就我看来我觉得我使用了就是反正也没买多少东西吧 使用他们品牌这个产品呢 我意识到其实他这个品牌本身的状态可以 他就是一个中档价位 然后中档状态中档质量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必买的东西 是一个调剂品吧 怎么理解我这句话 就是说他是调剂品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想买一些基本的 作为就是你的你的彩妆最基础的东西的话 你不要挑这个品牌 你要挑大牌子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打底的产品 蜜粉 哪怕甚至遮瑕 你不要挑这个品牌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挑一些点缀的 他们日语里不经常说这种妆叫point makeup 就是说比如说唇妆呢 眼影啊什么一些 你想要就是说稍微特别一些的东西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这个品牌 买两年过来试一次 应该还是不错的我使用了之后 至少我觉得还可以 我没有觉得他使用他状态有任何问题 只不过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就惊艳我吧 这目前这种状态来说我是这么感觉 就没有让我觉得很想拿钱掏出来 就是冲动消费的那种感觉没有 因为有的时候看一些比较大品牌 他们设计的东西 我会有那种冲动的 但是遇到这个牌子 我就觉得是很平淡的那种状态 好吧 感谢大家今天耐心收看的视频 如果大家感兴趣这方面的视频呢 也可以去看看我之前曾经做过的一些 关于其他品牌 像Natasha Denona 甚至Fenty Beauty的一些video 都是一些随便白话刀刀刀的 如果你太认真的 看了实在受不了呢 我也就是说觉得 愿意喷就喷吧 我也没招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我这种方式的视频呢 欢迎大家给我来个like 或者说是给我留言也可以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